您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新闻话题单元 我是主播张伯仲 行政院会已经通过一项重大决策 那就是把国内农田水利会 从现行法人机构改制成公务机关 时间选在2018地方选举的前一年 对于农业发展和地方派系消长将产生哪些影响 这期新话题我们要连线 国立中山大学证研所廖达奇教授深入解析 廖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台湾一谈到农会或是农田水利会 一般人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不同的轮廓 一方面他们和农业或是农民息息相关 不过另一方面他们也蕴含类似地方势力 政治政治派系的意象 因此首先想请教廖老师 像农田水利会这样的组织 在台湾政治发展史上究竟扮演过哪些角色 其实农田水利会 所以他基本上去了解是日本人留下来的 是 那刚开始事实上是真的要解决我们地方上水的分配的问题 因为台湾是一个基本上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 那以气候啊各方面条件来讲 稻米都是一个主要的产物 民生食物 那所以稻米的生产整个是非常需要水嘛 水田水田 那但是这个水到底怎么供应 因为台湾的水尤其河川来讲 它都是夏日聚雨的时候 它突然来一阵子 那不容易流嘛 不容易存留 所以才会有水库这些的 所以在过去为什么 如何来让这个水的资源的分配 能够供应这么多的农田的需求 求如何让大家共生啊互利 那所以才有一些这种水利会的模式来协调 尤其是在急需就是水稻种植时间需要大量水的时候 来解决水的分配问题 其实在历史上 这个台湾的那个水利会的这种组织 尤其这种水的分配 事实上是由下而上啊 其实官方的介入还尽量少让地方上来分配 而不是由官方来介入的 这种制度兴起啊 是因为要解决这个所谓叫互利共生的问题 还曾经有诺贝尔奖得主 是一个女性叫Eleanor Ostrang 她是诺贝尔经济学得主 她就是研究水利问题 还特别来过台湾啊 来了解这水利会 整个这个组织形成运作的一些特质 那也是成为一个重要的 所谓制度发展的一个理论依据 所以我必须说水利会其实在 不是只是地方政治问题啊 它也是解决过农民的实际水的需求的问题 那但是在台湾整个政治的发展过程当中 尤其是国民党刚来台湾的时候 那因为它没有地方的基础 所以这个水利会跟农会 这是两大支 因为台湾整个是一道做嘛 稻米生产作为粮食主要来源 那农田水利会跟那个农会 就成为国民党在地方上呢 运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势力基础 那所以后来大家听到的 这种农田水利会啊 或是农会的这种组织 好像都是一种派系的一个结构 没有错 也是那个派系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 但是不可以抹杀 他们过去在台湾 尤其是那个农业稻作的生产上面的贡献 那当然现在留下来的话 那也因为国民党当初是 也用这两个比较有组织的系统 而且大概士生相生都聚集了 那所以从这里面也好一点 就是说增补了人才 那难听一点的 就让人才之间互相牵制 那也影响了后续很多种 政治纠葛的问题 那这是大概水利会的一个过程背景 好 刚刚廖老师帮我们很快回顾了一下 过去几十年历史 记得早年农会组织 或是农田水利会干部改选 都会是地方的大事 激烈程度往往不亚于明代 或是地方首长的选举 不过也经常让在野阵营指控说 这些民间自治团体 根本都是执政党在选举时 用来动员的地方装脚 这些年以来 我们知道盈利经过多次的政党轮替 陆营的手难道都没有深入农会 或是农田水利会吗 其实因为就是政党轮替来轮替去 那所以这种地方的这种水利会或农会 那其实都会有所变化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变成一个派系的渊源 那派系是什么呢 派系其实某种程度就是 有奶便是娘 哪里有奶水有资源 他才会过去 那过去国民党因为是一党独大了 那当然让这些水利会跟农会呢 基本上都比较倾向是国民党 但是因为民进党2000年就执政了 而且民进党2000年执政 陈水扁的执政时候 还大力推动这些农田水利会 是用选举的方式 对没有错 有岸可考的 为什么要用选举方式呢 就是因为过去呢 好像这种比较是有点官派色彩 或是过去的系统 比较受国民党影响 他所以特别贯彻 希望这样来改变这个农田水利会 或者是这个农会的色彩啊 那当然因为他们都基本上有个动员的系统 因为都比较有组织 而且都是在地方上互动很久 彼此了解认识才会形成派系嘛 那所以这个也是选举的时候的一个 非常不可忽视的重要表层啊 它是个系统 所以当然各方兵家必正 其实如果 我们先不讲全国 以高雄来讲 我们高雄市过去是 高雄县了 现在是合并到高雄市里面 高雄县过去是 在那个整个地方派系 是全国比较明显强烈的 跟台中县有一比的 有拼的啊 对 那这个在高雄县的地方派系里面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那水利会系统就过去的红派 那那个所谓的白派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个很重要代表人物叫王金平 是 那他们就是白派的代表 那还有一个老姓呢 林渊渊 那他们也在地方上会 能游去选举啊 会去宪展啊什么 也造成长久结合的一些地方恩怨 当然因为高雄也因为水利 就是红派白派 红派后来也常常出问题 就水利会这个系统 农会到现在为止 王金平这边大家还叫得住 所以还能够 但是他们也呃白派的大代表 叫做小汉局 他是农会代表吧 那也比较明确出来支持 像说刘世芳的选举啊 这些的啊 那当然这些就是已经是 他们是看情势在做调整了 所以呃你说呃 农会和水利会过去 虽然是跟国民党的呃 这种结合比较强 但是在这么多年的改变哈 那轮替执政 现在明年又回来执政嘛 那这种影响还有那种深入 包括我们高雄的水利会 我了解其实就在我家隔壁啊 嗯 那其实就是本来算是国民党的系统的 但是呃为了选举 已经都早就去为加入民进党 那他也不见得是一个政党忠诚 他是是情势需要 是西瓜哪边大 西瓜挖挖边了 他就去加入 那其实在地方上收边了 来讲这个对选举是绝对有利 那当然这个东西是不是长久一定有利呢 都值得去呃 考验了 对象国民党过去长期可以 把持这两种系统 那现在大概几乎都已经是完全 很难去做任何的掌控了 是 其实这项议题对绿营 甚至我可以缩短说啊 对蔡政府来说 应该都不算是新的议题啊 是 早在去年五月初 我们知道那个时间呢 呃蔡总统还没有正式就职啊 在他就职前呢 在民进党党内的农会与农田水利会小组 就曾经建议修法 把农田水利会会长改成官派 呃 绿营内部各势力早就有人动作评评 有人还设法要提前卡位啊 不过传出最后好像被小印在中常会中 硬生生的给挡下来 呃 今天赖神呢 用迅雷不及掩耳速度通过农田水利会会长 改为官派 您觉得原本情势 是不是可能已经出现那些变化了 那其实我们先不讲那个细节里面的很多 因为其实那个像改为官派 我看那个其实不仅是蓝的立委也在反对 好像绿的立委也有意见 因为各地方的情况不是太一致啊 但是这么快速的从这种原来还有争议的到底 官派还是维持原来的这种直接选举的方式 那这直接选举还是那个陈水扁定下来的啊 那事实上这种这么快改为官派 呃就逻辑上来讲 他就是一种中央控制官派嘛 而且呢 这种官派只要是中央控制 不管他任期怎么说 大家是会官风向的 我刚才讲 那因为这些系统农会或者水利会系统 已经是属于地方派系的系统 他是一个人力聚集 就人气聚集的一个有组织性的一个团体 那所以那种西瓜靠大便情势是特别明显 所以改为官派这个讯息一出来 那大家其实都有某种期待 还有会有某种的西瓜靠大便的效应 所以这个看起来 那恐怕引起的反弹就不会小 那当然这是赖神所做了 那当然不晓得他们内部沟通还是想快到斩乱嘛 你可以看刚才您在叙述 蔡总统在正式就职前就已经有这种想法 但是大家其实意见并没有这么一致 那因为现在是赖院长了 他在做法上面 那某种的效应 因为他的担任的隔魁 恐怕某种程度也背负着 2018年地方选举的成绩嘛 那所以这个官派 那是不是产生一种不可言喻的西瓜大便的效应 因为官派以后谁执政就是谁有利嘛 那就像我们的在高雄市 各区区长有官派以后 那这区区长怎么想 他的所有的未来其实就看首长的意志了 那就像这个农田水利会一样 他们的所有的未来会想争取这个位置 其实就看谁的眼神 谁的官爱眼神 那这种情势的转变 他就是一个政治的化学变化了 没有错 因应改制为公务机关 我们看到修法草案也明定停止办理会长改选 现任会长和委员的任期会延长到109年的9月底 期间出缺或是未来甄补呢 都将准用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的规定 当然这些官定条文是死的 大家现在其实比较关心的是 未来和水利会有关的地方派系会出现哪些变化 很多人都担心了 这是不是也代表说 现在执政当局可以滚挖旁击 你与其地方现在可不可能出现反扑 还是赶快来因应这新的情势 赶快来做新的变化 因为到109年嘛 就是其实2020都选完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将来就是由官派嘛 那又准用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 那这个东西看起来 如果你自己设想一下 如果你现在就是一个某个农会 水利会的一个负责人 或是有这个希望的话 那虽然现在人气延长 那你如果想卫博下一任的话 你会怎么做 你也知道将来是官派 虽然将来官派以后是所谓行政中立 那但是在还没有官派之前的 2018到2020总统大选嘛 20109年9月是总统选举都完毕了嘛 那些都已经就任了 那这时候如果你还想续任 你会有哪些做法 我想这个西瓜靠大边 还有这个理性计算 都是地方政治人物的 绝对不会少的一些条件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他一定会想办法 我想没有企图性的是少数 有企图性还要继续在这指挥上发展的话 那在未来官派 在法规的通过 那他的作为 还有他的思考 还有他配合的程度 尤其在选举的配合程度 恐怕就远超过现在内部分争 然后又止血 那不同的派系还可以切入 不同政党可能还有一个 作为的空间 不要忘记台北市就曾经是打来打去 台北市农会 那结果还是没有办法拿下 那这是其实某种程度 据说也是新潮流系统的一个痛啊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是不是代表赖神背后的新潮流系统 可以更有效的来掌握 那恐怕这个问题不只是 不会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了 我们因为国民党现在看起来 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了 那恐怕是民进党内部的兵家必争 那在这一块系统上 那赖院长的这么迅雷不及掩耳的官派 那可能当释放的讯息 他在2018年年底的地方选举 如果选得好 那新潮流系统在整个这个组织盘上面 是稳固的 国民党过去是靠这个组织盘 那这些后续的效应是 非新潮流系统的民营党人士 他会怎么想 那这种反扑可能不是来自地方的反扑 是来自民党内部不同派系 对于在地方掌握指振权 或是甚至未来各种在政治坛 产上竞逐各种职位的时候的一种竞赛 那是内部的内争远大于政党的争执 那其实地方派系 恐怕不是有什么实力竞争 而是尽量洗光靠大边了 所以我们要看的恐怕还是 民党内部各派系 怎么来解读 怎么来看淡 或是怎么样 甚至怎么反扑这件事 我是主播张伯仲 你正收听的是中广行文网 新闻话题单元 今年周四 行政院会通过了 要把全国农田水利会 从现行的法人组织 改制成为行政机关 非常感谢廖大吉教授 为我们进行非常细致的分析 谢谢廖老师 谢谢你 谢谢 谢谢